韩MERS暴增14例无死监控手机防扩散 南韩昨天又增加14例MERS病例 目前确诊累计已经有64例 隔离民众已经达2360多人 南部大城釜山也可能失手 传出确诊病人 代表疫情可能扩散到全国 担忧演变成社区感染 当局公布患者去过的24届医院 并祭出强硬手段 派驱公所或保健所人员一对一紧迫丁人 以防隔离民众啪啪走传播疫情 不过过程中又出现乌龙 竟写错多家医院名称或未知 三小时后重出医院名单 再度引来民众炮轰 另一方面虽然单日新增14例又创新高 但都属院内感染 机关署对南韩的旅游疫情建议 维持在首尔二级警示 其他地区一级注意 动新闻综合报导 点回数每周最高一名20万 全约最高一名200万 改变社会从爆料做起